艳阳高照 土地早已军裂 宛如一片沙漠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部分水库 几乎干涸 连沉在水下的11世纪古教堂 也重建天日 类似夸张景象 正以惊人速度在全球上演 英国南普敦大学 和英国气象局合作研究指出 全球突发干旱频率快速上升 随着极端气候加剧 原本需长期影响造成的干旱 如今可能只需几个星期 突发干旱来势汹汹 破坏力更大 让人束手无策 研究人员针对过去60多年 数据发现 突发干旱脆弱地区 主要分布在北亚 东亚及欧洲 可能为农业带来 无法逆转的损失 研究团队指出 即便将温室气体排放量 降至适中程度 突发干旱也将持续频繁发生 致力减少排放 或许是延缓发生速度的 唯一办法 戴新闻王家政编译